有八件事情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变得非常的软弱 实际上佛法里面讲的世间八法 或我们所落入的八种陷阱 第一 我们人总是希望要得到 所以只要你去希望得到了 你就开始人变得软弱了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要求他了 你是不是人要变得软弱 如果你不想去得到他 你就用不着这么软弱 第二 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失去 所以很多母亲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孩子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 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先生慢慢的也会变得软弱 第三 佛法讲人希望受到赞美 一个人被别人赞美了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实际上这种人他是软弱之人 只要别人不说他好他自己就非常的难过 经不起考验 第四 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受到批评 因为他觉得受到批评之后他就难过 这是人的陷阱 如果没有一个人讲你们身上的毛病 你们想一想 你们哪个人会改毛病啊 别人不会说你们身上的毛病啊 被人家说毛病都是要被别人骂的 只有你这个师父整天在讲你们身上的毛病 师父是不怕你们骂 因为我要救你们啊 第五个 人的一个陷阱 是自己希望生命远扬 希望自己的名声 哎呦 这个人也知道他 那个人也知道他 连在小商店里边 做一点点小生意的人都说 他们知道我啊 知道我们这个店啊 很有名啊 你别看小啊 我们做大饼的生意啊 芝麻一个都不漏的 第六 人有一个陷阱 就是不希望默默无闻 或受到忽视 所以你看很多人 只要人一多的地方 他就要出风头 一看到人多了马上 大家来 我们一起来 大家过去好吗 怎么样 他好像不站出来 他觉得他坐在边上 默默无文章 觉得很难过 他觉得人家可以看不起他 记住了 菩萨都是坐在那里 如如不动的 我们不但没有看不起菩萨 我们还要拜 我们还要拜菩萨 第七 人的毛病是希望 哎呀开心啊快乐呀 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个陷阱啊 很多人用吃喝玩乐来制造自己的快乐 殊不知啊 实际上快乐是从内心开始的 很多人一辈子他把吃喝玩乐作为一种快乐 但是结束之后就面临的痛苦 而我们学博人闻到了佛法天天在帮助别人 天天做善良的人 知道自己以后要上天 我们是发喜充满那种才叫真正的快乐呀 第八 我们人有一种毛病是不希望痛苦 谁都不希望痛苦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陷阱 因为很多人不希望劳动 不希望吃苦 不希望自己啊 未来有很多的痛苦 非也 实际上人不吃苦啊 他不能改变自己的 在天上的那些天道的天人 就是因为他们太幸福了 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修 所以人道 他是基于幸福和痛苦之间 所以能够领会痛苦的人 他才要求精进 他才要一事修成 报佛恩啊 他才能够领会痛苦的天啊 他才能够领会痛苦的天啊 感谢观看